嗨,皆さん,こんにちは。今天我们要学的绘画的文型是 那 这个那是有点语助词 这个是有很多的意思 有时候感动的时候 或者难过的时候 不满的时候 愿望的时候 也会加这个 通常就是加在结尾 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 困ったな 三脑筋の那一种 然后B说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怎么了? 所以就是 有一点不满难过吗? 就是 困ったな 真三脑筋 这种时候也会常常加 那 好 再看一个 A说 Tanaka-kun 彼女できたんだって 田中 那个田中 好像交了女朋友 然后B说 いいな 这边的 是有一点希望 愿望 好好喔 那一种感觉 OK吗? 大概有懂那个意思吗? 我们就是多看例子 然后了解一下 第一个 はやくかえりたいな 很想赶快回家呢 这是有点是希望嘛 愿望 然后B说 私も 我也是 OK Hanakan 第二个 A说 いい景色だな 就是 非常美的风景喔 然后B说 来てよかったね 就是 还好我没有来喔 那一种 OK Hanakan 第三个 A说 这个曲 这个音乐 很怀念喔 就是有一点感动 怀念的那种感觉 然后B说 本当 真的 OK 好看第四个 A说 やっぱりこのお店美味しな 果然这间店真的很好吃ね 然后B说 最高的ね 真的很棒 也是有哪 好 那第五个 明天もテストだ 嫌だな 明天也考试 嫌だな 真讨厌 那一种 然后B说 最後だから干ばろうよ 也是最后 所以我们努力吧 那一种对话 所以呢 那 是 有很多的意思感 都难过不满愿望 就是 回家 那 就是会有那种 语气的那种感觉 OK吗 好 那这种对话 也是多听 多听喔 多听 很多不同景景的对话 然后 跟着念 然后吸收这个东西 好 那今天的课 到这边 拜拜 好 最后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好 最近呢 更有打合作的新的课程 就是日语绘画的特训吧 好 那如果大家学了一阵之文 还不太会讲 或者 想提高绘画能力 那我觉得还蛮推荐的一个课程 好 那里面有很多 不同景景的对话 比如说 跟朋友的对话 还有 跟家庭的对话 还有 在公司里的对话 等等 就是情境不一样 就是讲话的方式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多听很多对话 然后跟着念 加深记忆 好 那如果 对这个课程有兴趣的话 物资时间有优惠加 所以赶快报名喔 好 那我们上课见 拜拜